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說著韋小寶見到穆劍平和曾游跟著大家更換衣服 不過就不見到湘兒就連忙問曾游了 曾游說 湘兒妹妹見到入宮那麼久還不回來 歸入他們入宮行事又沒有消息 她很放心不下 就跟著風大爺出去探訢消息了 穆劍平說 她倆吃完午飯就出去 為什麼這時候還不回來呢 韋小寶皺起眉頭很掛著湘兒 雖然想著風制中武藝高強 應該能夠保護湘兒安全 但是她倆不知道皇帝的報紙 如果眾人逃走之後 她倆又回來 剛剛大炮打到來 豈不是死了 她想著想著對錢老闆說 錢大哥 風大哥和湘兒出去探訢消息還未回來 要在這裏做多些記號 等他們見到之後立刻離開 錢老闆認了 因為時勢緊逼 拔出短刀在兩名清兵大腿上刺了兩刀 割了衣服 在兩個人的傷口喝了鮮血 在國算門上寫了快逃兩個大血字 連理寫了八道門壺 這個時候 國人換衣服已經換好了 維小寶帶領眾人 去馬丘裡面牽了座棋 四名天地會的部屬假扮太減 就抬著公主的摘桥 押著亞製赤就由白雀虎出去 那五十名軍事有些月道被封 有些手腳被綁 都留在白雀虎裡面 維小寶仍然和公主坐在一頂腳 出府之後 嘆一口氣 她想 哎呀 服侍我的門房 馬夫 徐子 親兵 男女博人 都不免要被大炮封死了 不過如果叫她們一齊出禮 那一定被外面的官兵看出破綻 她又想 那天在五台山 大家假扮喇嘛 救了老王爺的命 今天用的還是這條桂仔 這條烏龜脫落之計 先救老王爺 再救小桂子 確實有用 群奴擁著公主的腳 和亞製赤出來胡同 只見官兵來回巡邏 戒備心嚴都極 但是大炮擺在哪兒 一時就看不到 維小寶身離險地搶牆吐了一口氣 硬師父和眾位朋友都滅了炮火之災 十分安慰 她的照齊言說 阿統領犯上作亂 大逆不道 你將他壓在天佬 除非皇上親自要提審 否則等我回來再處理 趙齊言應了 維小寶又說 這個人是陰犯 皇上生氣了他入骨 一聽到他的名字就要大發脾氣 你跟兄弟說 大家要小心點 不要讓皇上聽到這個反賊的名字 趙齊言接了號令 就帶領四十名御前示威 押著亞製赤去了 亞製赤咸身天怒 又何時才能出來呢 那維小寶也免得理那麼多了 群豪也不出聲 一邊找些靜闢的地方走 走到你幾路 維小寶不坐腳那位騎馬 陳近藍就問他 龜兒俠他們入宮行食 那後來怎麼樣 維小寶說他們三個突然之間 只聽他滾滾聲 接著白雀虎上空黑煙彌漫 遠遠望過去 只梁木磚雅在空中亂飛 群豪只覺得腳底下土地震動 這時大爆聲隆隆不絕 白雀虎中火焰上升 十幾丈那麼高 群豪離了從墓子胡同就很遠 仍然感覺到一陣陣熱氣撲面而來 眾人都很害怕 傷不到大炮的威力竟然這麼厲害 如果他遲走一陣 哪裏還有命 柳大雄說 豈有此理這麼驚天動地 只聽著又是濃濃的炮響 把他下面的說話都掩蓋了聽不見 遠望白雀虎 自見火焰上衝雲燒 燒到半邊天都紅了 為師父想 這些炮聲小皇帝一定聽見 如果他派人來叫我去 馬上就會轉煲 他們陳近藍說 師父我們快點出城 等你消息傳開 城門口盆柴而密 就不容易出去了 陳近藍說 沒錯 走快點 公主只在這裏下轎了 為師父轉頭對公主說 你先回去皇宮吧 等到事情平靜之後 我再來接你吧 公主又怕又生氣 喝他說 你說什麼 為師父又說了一次 公主說 你過橋抽板 那你想撇丁我不管 不是啦 我怎麼會 說話都沒說完 啪一聲 臉又熬了一巴 群豪人人惡然 先由炮火震撼天地 人人都想 如果不是為小寶切法 只搭救 個人現在早就化為飛灰 轉無逃生的機會 所以就算是平日 對這個少年鄉主 不是怎麼看得起的人 現在也不到他們 不感激佩服 突然看到公主出手就打他 哇得了的 就有人衝過來把他推開 還有人大聲哼他 公主又哭又吵他說 你說過要和我拜天地 我才聽你說 將你在皇宮裡帶出來 又叫那個前鋒營統 救你的朋友 你這個壞鬼鬥 你想抵賴 我不肯過你的 我肚子裡 為小寶怕他口無濟 當眾說出醜事連盟 好了好了 你跟我去就是了 大家出城再說吧 公主破替遺孝 翻身上馬 一行人來到東城朝陽門 遺孝寶說 奉皇上物子 出城逐拿反賊 快開城 蕭企營 胡軍營 前鋒營三營的官兵 是皇帝的御林軍親兵 在北京城內橫衝直撞 文武百官是誰都忌難他三分 守門官兵見了一對前鋒營的軍事 誰敢說不聽話 何況先頭聽你炮聲隆隆 城裡確出了大事 於是打開城門 還出了城 向東面飛跑 遺孝寶和陳近藍一怕騎馬飛躬 一羅張歸身 想家怎麼行色失守 皇帝怎麼發覺自己的秘密等等的情形 簡單地說了 陳近藍稱讚他說 小寶 我平時見你由康滑調很不老實 不過遇到這個緊要關頭 居然能以義氣為種 不貪圖富貴出賣朋友 實在難得 魏師傅說 別的朋友就說 大義滅師的事 怎麼都不能做 什麼叫別的朋友就說 只要是朋友 誰都不能出賣 大義滅師這四個字 也用得不對 弟子沒有學問 說錯話師父不要見怪 想要往下跟小皇帝亂車亂港 多麼快活 經過今天這一次 以後就不能再跟他見面了 不由得傷心起來 陳近藍說 我們冒充前鋒營的軍事出來 不用半天官兵就知道了 要快點換衣服才行 魏師傅說 沒錯 去到前面市鎮就買衣服來改裝 總人向著東面跑了二十多里 來到一座市鎮 但是市鎮沒有故意抱 陳近藍對於行軍打仗 正事興格等等的事情 極之有財略 不過對於這類日常小事 一時之間是束手無策 見到找不到地方買衣服就說 去到前面市鎮再說 能夠找到一間故意抱就好了 那一行人穿過市鎮 見到鎮尾有大戶人家 高牆專門谷與宏偉 衛小寶心點一動就說 師父 我們找這家人借件衣服來換一下 陳近藍有些慈疑說 怕他們不肯 我們是官兵來的嘛 官兵吃那些有錢人穿有錢人 有吃誰的穿誰的呢 衛小寶趙落馬 門上的童彎 當當聲亂敲 有個南部出來開門 眾人一湧而入 見人就脫衣服 護出一個告老回鄉的京官 看到這些前鋒營官兵 餘狼似虎就猛地說 眾委總爺不用這樣 等兄弟吩咐安排走飯 請各位吃完了 再奉上旅費使用 說飯還沒說完 已經被人一手揪著 身上的長袍、虎 當堂被人剝了 他嚇得驚了 兄弟年紀這麼老了 這件事不行了 群怒嘻嘻嘻嘻 一會兒就脫了上下人等幾十套衣服 那個官和內卷 個個魂不附體 啊 又幸運 這對前鋒營官兵的性情苦怪 只是脫男人衣服 就不侮辱女卷 脫完男人衣服之後 也沒有做別人勾當 一空而出騎馬就走了 那大戶全家男人赤身露體 大家都惡然 群怒去到一個靜闢的地方 分別改換了裝束 公主、木劍平、曾游三個人 也換上了男裝 各人上馬又走了 魏小寶一尾掛著商議 他說 風大哥和我的丫鬟 不知道北京城裡頭怎樣呢 我想麻煩哪位外省來面生的兄弟 回到北京打聽一下 那兩名在廣西來的千地會兄弟 接了命令就去了 群怒見到沒有官兵追來 就稍為放心了 又走了一段路 木劍平啊 這麼驚呼聲 接著啪啪聲笑起來 原來曾游騎那筆馬 突然間割了一堵爛屎 差點擠在木劍平腳上 走了沒多久 又有幾匹馬割了爛屎 接著袁精到騎那一晚一聲西叫跪了地來 怎麼都不肯起來 錢老闆說 道長 我們兩個合騎一匹 袁精說 好 飛身上馬坐在後面 魏小寶突然醒覺 什麼又大吃啊 怕啊 他說 哎呀師父 報應啊報應啊 這下糟了 陳近南問他 什麼啊 吳應雄的鬼魂來找我 他說他讓我 讓我逐退回去 又搶他的 他的 下面老婆兩個字 實在不好意思說出口了 他想到那天奉紙追人 那家人吳應雄一行人所騎的馬匹 都為了大量疤鬥 沿途不停的柯爛屎 然後紛紛倒閉 這樣才無法滴得遠 把他逐回來 如果吳應雄那次滴回到雲南 皇帝當然殺不了他 其實說來說去 是自己派人向他的馬匹放毒 現在輪到自己逃跑了 一匹匹馬 亦都是這樣肚子倒閉 那不是吳應雄的鬼魂作怪 又是什麼呢 何況自己帶他的妻子一起逃跑 吳應雄做了鬼之後 頭上還戴了頂碧綠翡翠 他頂止一品大綠帽 真是不甘心 他越想越爬 不得周身滴滴震 只聽見幾聲名叫 又有兩匹馬跌了一地 陳近南也看到情形不對勁 連問他為什麼 魏小波說了當時捉拿吳應雄的情形 他說吳應雄陰雲不散 今天來報仇了 公主說吳應雄這件事 在生的時候一點都沒用 死之後也是個沒用鬼 你怕他什麼呢 陳近南皺著眼眉說 青天白日有什麼鬼 那天你讀了吳應雄的馬匹 小皇帝知道嗎 魏小波說知道啊 他用讚外複獎 那就是了 小皇帝以複象之道 還自複象之身 他派你逃走 早就派人為了巴鬥給你的馬吃 魏小波即時醒悟 他說 沒錯了 那天做了吳應雄 小皇帝十分開心 想了個官仔給我的馬夫做 派他兵部車馬師辦事 這次一定叫他讀我的馬匹 陳近南說 當然了 他熟門熟路 每匹馬的聖情都知道了 要放毒當然是百發百中 哎呀 下一個逐島的馬夫 這裡那麼多爛屎 都塞了他的嘴鼠 說話還沒說完 突然覺得騎著那匹馬向前衝 就跪下了 魏小波跳了落地 見那匹馬掙扎著想站起來 爭奪了幾下 原來後腳都跪下了 陳近南說 那些馬都不中用了 要前面試鎮賣過才行 柳大雄說 一下買幾十匹馬就不容易 陳近南說 是的 大家還是分散吧 正在這個時候 忽然聽到來路上引用的馬提升 袁靖說是官兵追來了 我們殺死他們 搶了他們的馬就對了 陳近南說 天理會兄弟埋伏在大路左邊 牧皇府和王屋山兄弟埋伏在右邊 等官兵來到了 供他的出奇不已 咦 不對勞 只能提聲漸漸近 地面隱隱若有些震動 追來的官兵至少都有一二千人 群浩都不禁變了面色 群浩只是幾十人 武功雖然不弱 但日光日白在平地上 還帶隊騎兵交鋒 敵軍重重疊疊的圍上來 武功高的 或者能夠逃脫 其餘大半世面無命 陳近南當機立斷 他說官兵人數不少 我們不能夠打硬仗 大家分散入鄉村山林 即是說這句話 提聲又近一點 放眼望過去 來路上塵頭高揚 好像大片烏雲地湧來 魏小寶大叫 死了死了 法國就跑 公主說 喂你去哪兒 緊緊跟著他 魏小寶說 你還是回去皇宮先買 跟著我沒好處 你這個臭小廢子 想踢耕 沒那麼容易 魏小寶慢地叫苦 他想要避開公主 真是比避開追兵難得多 我看見東北角有一片高梁地 那些高梁已經高過人了 就拼命跑過去 跑到近了 見高梁地後面有兩間農舍 這裡更沒有藏身的地方 他想追兵馬快轉眼就到了 不理那麼多了 就向高梁地鑽進去了 忽然間他一下被人抓住 跟著聽公主笑 你還跑得掉 魏小寶沒法子了 唯有轉頭苦笑 你躲在那邊 等追兵過了再說 不行 我和你躲在一起 就滾進高梁地 跟魏小寶坐在一起 兩個人還沒躲好 又聽又腳步聲 曾柔叫 魏香主 魏香主 魏小寶一望 看見曾柔和穆劍平一趴走過來 魏小寶說 我在這裡 快點進來 他們倆聽他說 就鑽進去了 四個人走入高梁蟲裡 枝葉遮掩 猜是追兵難以發現 稍為放心 過了沒多久 就聽一隊騎兵在大路上跑過 忽然間 聽到遠處人呼喝全靈 跟著一隊騎兵勒著馬 馬蹄踏襲 竟然向這邊搜索過泥瀝 公主害怕 他們見到我們了 魏師父說 不要出聲 見不到的 公主說 他們不是來了嗎 只聽有人叫著說 反賊的馬都倒閉在這裡 一定扔不遠的 大家仔細搜查 公主想 難怪這些死馬真是害人不淺 就伸手緊緊握著魏小寶的手 遼東關外地廣人稀土地肥辱 高梁一種往往千畝百頸一望無際 高梁一掌高就稱為青沙漲起 躲在裡面就很難找到 但是北京近郊的高梁地 就是嬉嬉落落 魏小寶等四個人躲進高梁地 只有二三十畝 大隊官兵是這樣搜索過來 轉眼就會束手成琴 聽著官兵越迫越近 魏小寶低聲說 去那邊的屋子 拉一拉穆劍平的衣袖 當先向兩間農舍過去 三個女孩在後面跟著他 過了尼巴 推到板門 屋裡沒有人 角落頭堆了不少農具 魏小寶衝過去拿幾件梳衣 交給三個女孩 他說快點生氣他 自己也生氣了一件 頭上戴了一頂豆粒 坐在角落頭來 公主笑著說 我們都做了鄉下人真是好玩 牟經兵吐了聲 低聲說來了來了 板門啪一聲推開 有七八名官兵進來了 魏小寶等連王令賣面 隔了一陣 只聽有人大聲說 這裡沒有人 你鄉下人都出去了洛田了 魏小寶聽到人口音很熟 在斗粒之下打蛇眼一望 原來是趙梁東 一名軍事說 總兵大人這四個人 趙梁東喝他說 大家統統出去 我來仔細搜查 這間屋這麼小 你們都迫在這裡 連身都轉不過來了 出去出去 那眾軍事走都走不及 都退出去 趙梁東大聲地問 這裡有沒有生面人來過 走到魏小寶面前 伸手入懷裡面 摁了兩隻金元寶 三頂白銀輕輕放在他的腳邊 大聲說 原來那群人向著北面逃走了 他們知道皇上大發脾氣 抓住了一定要斬頭的 真是又那麼遠跌那麼遠 跌得越快越好 你實在真是不得了 忽德的身 抱著魏小寶輕輕搖了幾下 轉身出門 喝了兵說 反正向北面逃跑了 大家快點追 魏小寶嘆了一口氣 他想 唉 趙總兵對我總算是夠義氣 你現時被人知道了 他自己人頭就保不住了 只能提聲集答 眾官兵上馬向北面追過去了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